北民有声 我有一座恐怖屋 第八百八十九集 陈哥叫来恐怖屋的所有成员 认真说道 后天东家的虚拟未来乐园开业 今年的旺季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我不想给你们压力 但有些东西 我必须要告诉你们 新世纪乐园已经营业了十年 这十年风雨无阻 每天都有游客 在这里留下欢笑 这里记录了很多人美好的过去 对他们来说 这里不仅仅是一座乐园 陈哥很少用这么严肃的语气去说话 他平时给人的感觉很和善 就像是永远都不会生气一样 前几年还好 但最近几年乐园的生意越来越差 上面多次找到罗董事 想要关停乐园 重新规划寒江西郊 这个念头 他们直到现在都没有放弃 反而更加强烈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顾飞雨听后 也觉得疑惑 咱们游客这么多 他们为啥还要关乐园啊 因为寒江只需要一座乐园 而我们占了西郊最好的一块地 这地是罗董在十几年前 用很小的代价拿到手的 张敬九皱起眉头 伤人重力 如果条件真的很好 那罗董会不会 他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 整座乐园女承受压力最大的 就是罗董事 成哥看着化妆间 角落里的布和娃娃 将其抱起 不会的 他以前是个商人 但现在 他是一位父亲 最近几天 希望大家打起精神 这个旺季 我们必须要全力以赴 如果从一开始 就输给了虚拟未来乐园 那以后想翻盘 就更难了 成哥给每一位员工 都单独布置了任务 反复交代之后 才让他们离开 晚上七点半 乐园里已经看不到一个人 成哥拉上防护栏 回到员工休息室 开始设计规划和背景故事 他将自己经历过 和听说过的所有怪谈 都列了出来 想方设法利用已有场景 和利贵员工进行还原 场景构图 注意设想 鬼怪的能力 惊吓点的设置等等 成哥一直忙碌到凌晨三点 才因为黑色手机的突然震动 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他滑动屏幕 看向手机上的信息 幸运的厉鬼眷顾者 四星场景 通灵鬼啸已成功解锁 通灵鬼啸 四星场景 该场景内包含十二个分场景 共有东西 深宏三个小区 注意事项一 该场景当中的门和镜子 为特殊物品 可通过手机操控 部分特殊物品 注意事项二 该场景 可同时容纳数十位游客体验 请注意游客安全 注意事项三 深宏校区当中 隐藏有随机警戏 注意事项四 四星场景解锁完毕 恐怖屋出现特殊游客 几率翻倍 夜晚营业时 概率将在原有基础上 再次翻倍 成哥看着信息 难难道 晚上营业 遇到特殊游客的几率翻倍 黑色手机 是在鼓励我开设夜场吗 白天 厉鬼只能躲藏在鬼屋地下 就算是像老周 断月这样的厉鬼 也畏惧阳光 只能在白天出现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而且还不能被阳光照射 如果是在晚上 厉鬼将再无限制 那个时候的鬼屋 要比白天恐怖数倍 不仅仅是因为环境的改变 更因为成哥鬼屋里的员工 大部分都是真鬼 越是接近午夜 他们就越活跃 成哥还没有做好 开设夜场的准备 他思索片刻后 就打消了这个想法 门的问题还未解决 万一有厉鬼在游客当中 跑进来捣乱 很可能会误伤到游客 成哥从柜子上 取下一把猫梁 把白猫骗过来后 将其抱在了怀里 走 跟我去看看新场景啊 白猫对鬼魂执念 这类东西非常敏感 带上白猫既能预警 又可以筛插 场景中的不稳定因素 吃着猫梁 正拿脑袋 蹭着成哥胸口的白猫 还没意识到威胁 等他发现成哥 准备进入地下场景时 再想跑 已经来不及了 你看看你现在胖的 再不活动活动 就别叫白猫了 叫白猪算了 成哥背起背包 打开了通往地下的铁门 门开的一个瞬间 一股阴寒之气 直冲人的大脑 随着通灵鬼笑的解锁 整个地下场景 似乎都变得更加阴散了 成哥的耳边 能够听到呼呼的风声 在这昏暗的地下 也不知道 这风是从什么地方挂来的 泛黄的试卷被吹起 偶尔能看见 一两个人偶的头颅 悄悄滚远 这么晚了 还到处乱跑 小心我把老校长请回来 让他天天管着你们 成哥一手抱着白猫 另一只手 拿着黑色手机 按照手机上的提示 走到楼梯背面 通灵鬼笑的入口 在沐阳中学和地下事故中间 想要进入这个场景 要经过三重铁门 光是推开那沉重的铁门 就让人感到无比压抑 鬼笑内部的布局 乍一看没什么 但是慢慢深入的话 就会发现无数细丝其孔的地方 比如说走廊两边 挂着后帘子的窗户 有的帘子掀开是水泥墙壁 还有的掀开后是另外一个房间 就算对比这黑色手机里的地图 成哥也看得头晕 通灵鬼笑太大了 填满了整个地下停车场的空地 还往下深挖了好几层 成哥朝来时的路望了一眼 谁能想到 地下深处会有这样一个学校 或者说小镇更加恰当 成哥的这个四星场景 完美还原了门后的通灵鬼笑 噩梦和现实重叠 一幕幕可怕的记忆 涌上了成哥的心头 变为了他手中的素材 满是钉子的宿舍墙壁 只在深夜营业的食堂 教职宫宿舍里骗人的小女孩 埋在绿化带树洞里的头颅 会自动亮起某个数字的电梯 眨眼的雕像 浮现血色的黑板 上下颠倒跟在身后的人影 死而复生的雪上 答案里根本没有记录的白老师 成哥摸了摸口袋 白老师的教师证和自己的学生证都还在口袋里 只不过到了门后之外 这两个证件上多了很多无法被擦去的血污 就好像曾被人泡在了血水里 过了很久才取出来一样 素材我有很多 但是员工数量不太够 这个场景实在是太大了 成哥拿出漫画册 又把颜大年叫了出来 让他把漫画册里 所有听话的鬼怪和执念全部放出 之前成哥去立湾镇和活关村的时候 曾帮助过很多鬼怪 现在到了他们报恩的时候 白秋林成为红衣后 他说的话更加有说服力 很多鬼怪都在和老白谈心的过程中 放下了仇恨 决定拥抱崭新的未来 成哥看到了他们的决心 也感到很欣慰 答应等忙完了之后 帮助他们弥补生前的遗憾 他并不是说说而已 只要员工真心把鬼屋当做自己的家 那为他们完成心愿也是应该的 成哥登记了各个鬼屋的名字 只有这个名字 能在黑色手机员工栏内被找到时 他才能安排进鬼校场景当中 前前后后 成哥在鬼校里设计了四十多个怪谈 上百个惊吓点 不过其中大部分都需要员工操作 人手还是有些不够 很多时候 一位员工要同时负责几个静下点 成哥揉着揉太阳穴 暂时也只能这样了 下面我还要设计一下故事背景 方便游客带入 给他们安排什么身份比较好呢 深夜来飞机学校 试探的年轻男女 还是被关在鬼校里 寻找就是记忆的学生 又或者什么都不说 单纯地让他们进行逃生 这个成绩要好好利用 简简单单地逃生太浪费了 不如这次玩些更加刺激到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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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